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下眼皮轻轻地碰出 睫毛也轻轻地相出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 舒服 没有用力压眼珠 握着眼皮 轻松地闭起来 然后我们就穿去 自己感觉最轻松 最舒服的桌子 来打坐 单盘也好 闪盘也好 都可以 或者哪位想坐椅子 也没有关系 都可以 只要我们感觉 只要我们感觉坐下去了 自己感觉可以坐得久 不容易不容易 转臂 马通 都没有勉强的感觉 感觉 感觉全身的血液循环 顺畅 如果坐到一段时间 有出现酸酸 麻麻的感觉 我们可以再一次调整 没有关系 慢慢来 然后我们来 观察一遍 全身的脂肪 从头顶到脚底 观察一遍 全身的脂肪 看看哪里 有种种紧紧的感觉 看看哪里 有种种紧紧的感觉 我们就趁着这个时间来调整 把它放轻松 从我们的脂肪 从我们的脂肪 开始观察 而脂肪 分松 每这里 从我们的脂肪 也全身的感觉 每个脂肪 也全身的感觉 每天 VERY 每一肪 直接比较力 每一肪 内心 也全身 starts放轻松 可能在五一种皱着眉头 当我们知道了就调整一下 把它放轻松 鼻子 嘴巴 两边的脸颊 也都放轻松 颈部 连车肩膀 手臂 手腕 手掌 十指 手指 头 都完全 很轻松 胸部 腹部 腹部 背部 也感觉 放轻松 尤其是我们的 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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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刚刚好的顶直 也就是没有太直 也没有太怂 太直 太直的话 会让我们感到 紧绷 不舒服 但是 但是如果太耻松 也会让我们开始 拖背 容易 打瞌睡 容易浑沉 所以我们要调整 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 刚刚好的停止 也要调整一下 腰部 也放松 两只脚 大腿 小腿 直到我们的手 脚趾 指头 都完全 放轻松 现在我们的手 怎么放 脚 怎么摆 也都无所谓 没有关系 扫板 扫板 地做就好 如果我们 静坐的时候 我们 感觉 没有 勉强的 而感觉 这样 做 可以 让这个感觉 持续下去 这样 就可以 因为我们 正在 休息 休息的 时间 我们就把 身心 风 轻松 然后我们来 深呼吸 领 三下 增加我们 身心 身心的 舒服感 我们 呼吸 有 很 奇妙的 功能 也就是说 它可以 帮我们 排出 门门的感觉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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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的感觉 可以 排 排 出来 因为 现在是我们 休息的 时间 我们就来 深呼吸 让我们 身心 感到 更 轻松 我们来 又神 又傻 的 休息 然后再 慢慢 的 吐息 再一次 追深 追深的 吸气 然后再 慢慢 的 吐息 当我们 吸气 的时候 自己 感觉 身体的 上半身 就会 稍微 膨胀 气 的 重点 是直接 到我们 腹部 的 中央 那里 也就是在我们 身体的 中央 点 然后等 我们 吐息 的时候 我们就 把那些 重重的 感觉 所有的 压迫感 全部 都排 出来 我们 再一次 追深 追深的 吸气 然后再 慢慢 的 吐息 感 感觉 轻松 轻松 失败 然后我们 就试着 想一想 现在我们 感觉 好 像 自己 正在 坐 在一个 宽 广 的地方 在 这里 一个人 坐着 休息 实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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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坐 在这个 空间 是属于 我们自己的 空间 所以 那些 负 能力 我们现在 宣布 都把它 放下来 无论 是什么 负担 或者任何 关 爱 全部 都放 下来 我们 感 觉 好像 自己 已经 进入到 自在的 空间 所以那些 闷闷的 感觉 那些 重重的 念头 我们全部 都把它 放在 外面 我们 只要放下而已 自己感觉 自己自然而然 可以感到 风 轻 松 身体 放松 心中 放下 然后我们就 把 所有的念头 都放下来 我们 我们现在 可以 复习 融破 法圣 师父 给我们的 残 修 三句 也就是 拨 拨 拨 开 一些 放下 所有 静 定 哦 他 无论是好的 或者不好的 念头 我们 我们现在 就把它 放下来 然后我们 就把 我们的心 回归到 身体的 中央点 当我们的心 轻轻地 碰出 身体 中央点 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 好像我们 正在 整着 柔轮的 枕头 一般 感到 轻松 柔轮的 很想把心 一直 宁静 定在 这里 如果 哪一位 可以让 这感觉 持续 下去 的话 我们就 继续 宁静 享受 失败 的 感觉 但是 如果 哪一位 想 默念 Samaraham 的 声音 也可以 让 我们的 心 有 一个 可以 转 住 的 声音 游泽 游泽 左邊軟在調很ите passe 跳起來 in the reactors 學習 最後 努力 你 我 誕 沒 準備 首先 在 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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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持悲心 我们只要轻轻地动念我们的心 心自然 而然就会慢慢地扩展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再扩大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阶停 再扩大 到全世界 整个宇宙 无数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 为一切众神发愿 哪个众神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他们 能够离苦得乐 哪个众神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 一切众神 彼此心爱 如同宝一样 我们也愿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 疫情 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 为自己许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 生在佛化 发生的阶停 有清静的身 口意 众生行善 一点恶业 都不要去照 也愿我们 只教善友 没有叫任何损友 远离一切恶人 愿我们 色神才 钱才 能力才 圆满 分辨修功德 波罗密 也愿我们 身体健康 长寿 智慧增长 早日正得 内在的发生 然后我们就 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供养 给每一准 正等正觉佛陀 每一准 悲止佛 每一准 罗汉 供养 给我们 每一位 法神法门 导师 有罗污 祖师 拥破 他们 所有法神 师父 正老奶奶 等等 恩师 然后我们 也把今天 所修的功德 回向 给我们 立代 祖先 以及 过世的 亲戚朋友 回向 给 我们 曾经 冒犯过的 众生 然后 接着 就行 大家 各自 发 为 善 得愿 我 想 请大家以醉发喜的心 互相随喜功德 我们继续听个研究 昨天讲到浪辟Lonarpop的在出家以前的妻子跟女儿 她往生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就来谈到他们两位为什么才会往生呢 我过去妻子几亿女儿为什么才能在一起 为什么两个人才会短命 为什么只有我能脱险能来出家直到现在 这个问题 Lonarpop回答说他们能够住在一起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前世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一起修功德 因为修功德的关系 所以呢他可以就是结这个三缘嘛 今生就成为一个家庭 那有关他们两个人短命的原因 还有Lonarpop呢 他也是遇到这种事情 但是没有死的原因 我们来看 在前世的时候啊 过去的妻子跟她的女儿也身为母女的关系 然后呢 他们是生在农业社会 所以他们就靠这个杀生 过生活 也是说他们有养猪啊 每天都做 他们要杀猪 杀的方法呢 就是用木棍打这个猪的脖子 每天都做 打到猪死 然后再用刀 写他的肉 拿去卖 大家还记得吗 Lonarpop 昨天呢 有跟大家说 这个出车祸的时候啊 妻子 就是脖子断 对吗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呢 有关 Lonarpop 自己 个案研究主人的杀业 就是因为前世的时候呢 身为 出家国王的 军人 然后呢 杀很多人 直到最后 他来出家 大家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为什么他可以脱险 出家的功德来保护他 不然的话 也是一样 就全家都会死 但是因为 前世的时候 有出家的功德 来保护 他才可以脱险 又关 Lonarpop的外公 他呢 很有魅力 喜欢 有很多女生 喜欢他 然后呢 但是他自己呢 不想离开 外婆 虽然有很多啊 女朋友 但是最爱的就是 外婆了 然后呢 他有一段时间 住在寺院里面 帮忙寺院啊 因为 接近的关系啊 接近不好 所以要住在寺院那里 所以要住在寺院那里 直到他20岁的时候呢 他就短期出家 还俗之后呢 却这样做大家 抽烟啊 喜欢抽烟 然后呢 也喜欢 打牌 两个都不好啊 直到最后啊 他是因为换了 废弃种 而往生的 那有关外婆 外婆呢 他喜欢修一个 特殊的功德 就是说 如果他的子孙 谁想出家的话 他都会 互持他们出家 或者 只要听到 外面的人 不是自己的亲戚啊 想出家 但是 没有钱 买那些街 那些波 他都会互持的 这是外婆 喜欢修的功德 外公与外婆 往生后去哪里 大家看这个图片 应该猜得出来 外公身为 地居天人 然后呢 有关外婆呢 喜欢修这个 互持出家的功德 往生后准备到 第二层天界 到立天 第三区 互持出家的功德 利益是什么 大家曾经有修过 这功德吗 那 龙泊回答说 因为他 互持人出家 是一种 续佛 灰命 就是延长 佛教的寿命啊 所以呢 这功德利益 也会让自己 也会让自己 长寿 这是第一个 功德利益 第二个就是 可以让他 生在 佛教的 地区 也就是说 会有 会有那种 正确的 正确的 信仰 然后呢 也会有机会 遇到佛陀 有机会 证得 佛法 所以这个 很特殊的功德 要护士 人出家的 而且 如果 当我们 出家 就是 未来 未来是 如果有机会 出家呢 也会有人来 护士我们的 就是 出家 顺利 什么 夜 让我 比弟弟 晚出家 龙泊回答说 因为前世的时候 他们 是 很熟悉的 朋友啊 就是 两个人 都是 是军人 然后 那一生 那一生 这个 弟弟 先出家 但是 哥哥呢 先 结婚 先结婚 后来 才来 出家 所以呢 今生 就跟 前世一样 跟上辈子一样 跟着来了 才会 比 地 地 晚出家 与 关于 妈妈 在 1986年 妈妈 就来 寺院了 那个 我 说 我 是 帮 我 开车 啊 因为 当 开车 送到 寺院 好了之后呢 妈妈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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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累就在车上休息睡觉 直到后来 我们到国外去留学 妈妈就坐游览车来寺院 妈妈如何跟团体修波罗蜜 拔回答说 妈妈在很多生很多事 曾经跟团体修波罗蜜 就是她当护法局势的 我能终生出家吗 其实这个应该要问自己 我能终生出家吗 拔回答说 如果真正的看到轮回的害处 自己就会想终生出家 上辈子能终生出家 所以今生如果不放异的 也可以终生出家 然后伦波也说 要回想一下 为什么自己可以脱险 就是从上一次出车祸的那一次 为什么可以脱险 就是因为出家的功德来保护她 如果未来又再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会不会想终生出家呢 大家还记得吗 伦波讲这个案研究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伦波又讲到 他又再一次出车祸 对吗 就是 那个从 从悬崖 车 那个游软车 掉下来的 那个时候 伦波就联想到这个案研究 所以这个月 还一直跟着她 所以 伦波看 她应该 要终生出家吧 今天的个案研究已经圆满结束了 我们明天再继续听 明天是礼拜三 是有另外一位 在桃园中心的荣僻 来分享佛法 然后我们后天再回来见面 今晚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心愉快 生命光明 早日正得内在的法神 祝福大家 晚安 后天见